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全有收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升48点 暴衣1617点 深证城市升326点 暴12609点 护心300升59点 暴衣1774点 恒指方面也是临近收市 暴22462点 升274点 国企指数10178点 升123点 大市成交627亿 这次嘉宾请来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先生 郭先生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郭先生 先跟你讲一讲大市 下午都跟你讲过 恒指轻轻碰到十天线 现在都是轻轻碰到 看到大市成交只有628亿 其实如果没有大市的成交配合 是不是短期内都是以门局为主 没有成交当然是门局 不过门还门 大市其实在这么淡静的气氛之下 只要卖盘集中在几个主要成分股 轻轻卖一点 指数已经可以出现明显的上升 好像今天到现在升了284点 你和我都不觉得那市涨了什么 但技术上只要一些成分股稍为做好 指数已经可以出现明显上升 再说任何的升市 当然要有成交禁额支持 好像4月份的市 能够在25,000点慢慢升 然后随之急升到28,589点 单元升了3,000多点 为何会这样 成交禁额 大家记得当时成交禁额 是1,000多亿 1,000多亿已经是比较少 相对现在的成交禁额只有600、700亿 根本上是不足以将市推上去 当然暂时来说也不会有大跌 这是很老实说 因为今年的市是由28,589 跌到20,368点 相对来说 现在虽然是有22,000多 但仍在低位 即是经过8,221点市况下跌 仍在现在处于中期技术上的反弹之中 问题是反弹之后 仍在反弹幅度中的高台进行整固 因为由20,368点 反弹到23,423点 仍在波幅上半部分 所以情况是差 但不是弱得很重要 只不过指数虽然站在50天线上 但没有发指进一步上破10天线 是美中不足 说真的 就算过10天线是怎样 上面还有20天线 我让你过20天线 呈现一个玉市顶的格局 但成交金额 如果仍是600多亿 老老实实 今天升波 明天升波后日跌下来 因为任何的升市 真的需要成交金额 需要动力作推动 以现在的气氛来说 老老实实 我都觉得只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 不过没有大升 好 见到联储局上个月的议息会议记录 就出了 记录显示 多数委员 预期美国经济状况和前景 可能为到12月会议加息 提供充足的理据 其实如果美国加息 一般来说 对一些地产股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相反 看到长适今天升超过1% 恒地都升超过1% 而新世界发展更加升近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美国是具备了加息的条件 说一部分的数据 但是在通胀持续1.5%之下 根本上是没有加息的需要 联储局一直说 年底前很大机会将利率提升 只要经济数据符合到它的要求 它就会启动加息 说了很多次 为了维护联储局局长这方面的规讯 不排除真的会加 这个不要说一定不能加 不过是否加0.25厘 还是0.125厘 这个我们到期才知道 我只是觉得 以现在1.5%的通胀 其实是没有需要加息的 好了再说了 近期巴黎出现了一个恐杂 令到经济的增长一定是受规限的 巴黎是没有其他明显的收益 除了旅游之外 旅游升地 但是出现一个恐杂 人都不敢去 就算去到也不敢周围走 明显是会令到旅游收益减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大机会是会触动到欧洲央客 会进一步量化货币的政策 订多些资金出来 为经济提振的 既然是欧洲出现这样的事情 日本可能再加大量化规模的政策 中国亦如是 单单说美国的加息 其实有没有大影响 大气候会改变不了 一件事就是 钱还是很多 资金流动性还是很强 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是很便宜 因为0.25厘 和0.25厘到0.5厘根本上没有分别 况且明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我不觉得 息口是会重大政策上的改变 即是这一次加息与不加息 是一半一半而已 如果你问到我 我就认为加息的机会 是真的比较微的 既然是这样 一众的蓝筹地产股 略为做好一点 绝对不出奇 况且香港的楼市是有少少回落 大家看报纸都知道 尤其是中小价楼 真的有少少放慢 但这个原因也是 早前叫价过高 明明550万 你叫620万 卖不去 你就叫5800 只是这么简单 况且蓝筹地产股的财政 比较健全 土处亦足够 在基本面其实不是太差 都不知道 好像新世界这样 相对之间来说 它的折扬率 超过40%多 既然这么大的折扬 更加没有条件大跌 所以蓝筹地产股 就算在市场上 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 但是股价 还是比较硬正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板块的最新造价 银行股 和美国加息的一些敏感度 其实都很高 看到今天银行股就普遍做好 主要都应该是受惠于联储局 加息的机会增加 所影响 如果真的加息的话 其实银行股有多受惠呢 搞清楚一件事 美国就算加息 都是0.25厘 对银行的息差来说 是有正面效益 但是不是多得那么重要 香港现在的流案 不知是否P-2.5还是P-2.75 还是多少 其实是很低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听电话 周时银行打电话给你 跟你说有不备用的信贷 借给你 息口低到两厘或一厘多少 听到这些时间 我多数都说我不需要收市 即是显示到银行的流动性 根本上很多 希望多些由个人的贷款 或者其他贷款方面 尽可能去发展 反而这一刻 如果你说 美国的减息 银行股会不会真的 认真受惠呢 其实减一次息 和不减根本上没有分别 明年也不会再减减 问题就是 经济的步伐 到底是怎样才是关键 如果说欧洲又量化 日本又量化 最终加完一次息 不再加了 有时间都不加的话 其实经济的层面 应该可以逐步稳步向好 在经济稳步向好之下 银行业是有一个环境配合之下 可以做多些贷款的生意 当然千万不要像渣打 借了几百亿给印度公司 现在就完全收不到钱 好像汇控 恒生 或者是中人香港 甚至乎 華僑永恒 都处理得很好的 在贷款方面的业务 都发展得相当稳定的 好 我们再跟随这个板块的收市造价 汇控升百分之二 步六十二元零五千 渣打集团升百分之一 步六十九个八 中人香港是靠换 步二十四个五毫半 东亚银行升百分之二 步二十八个五毫半 恒生银行升百分之二 步一百四十三个八 大新银行升百分之二 步十五个三毫六 创兴银行升百分之一 步十六个四毫六 大新金融升百分之二 步四十一个九毫半 大众金融升百分之二 步三个七毫半 恒子全日收市部 二万二千五百点 升三百一十一点 国企指数 一万零一百九十三点 升一百三十七点 大市成交六百六十八亿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先跟郭sir做新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的 我们先休息一会